谁也没想到,他们是中国片酬最高的五位男明星,最后一位,给多少钱都不演。 第五位,沈腾,沈腾片酬6000万,去年他在《你好!李幻英》中客串了一次就拿走3000万片酬,而主演张小斐却只拿到300万的片酬。 沈腾多年出演电影的总票房突破了200亿,每部电影的票房都稳定在20亿以上,成为国内电影票房史上第一名的演员。 第四位,吴京,吴京片酬8000万,他的硬汉形象和爱国情怀成为许多观众喜欢他的理由。 如今在拍摄《战狼》时片酬仅有500万,而在拍摄《战狼》第二部时,他的片酬就高达5000万。 特别是《战狼2》以后,吴京的片酬直接进入到超一线演员行列,片酬更是直线上升。 第三位,成龙,成龙片酬1.2亿,在90年代,成龙的片酬就已经不低于2000万,在好莱坞的片酬也非常高。 特别是在电影《巅峰时刻》中,成龙更是达到了2000万美金的片酬,而且还加票房分红。 第二位,李连杰,李连杰片酬1.6亿,早些年他的片酬就已经高达8000万,在好莱坞的片酬也早已突破1000万美金。 当年陈可欣导演找他拍电影,整部电影投资3亿,而李连杰一个人就拿走了1亿。 第一位,周星驰,周星驰可谓是一代传奇人物,他出演的每一部电影几乎都成为了经典,百看不厌。 随着年龄增大,周星驰也退居幕后,曾经有人出三亿片酬请周星驰客串,被周星驰拒绝了,好莱坞也曾多次邀请,都被拒绝,仅仅只是几分钟的客串就可以拿到高额片酬,但周星驰就是不愿意出山。 家人们,你知道星爷为什么不愿意出山吗? 以上这些明星,你最喜欢哪一位?